中國大陸疫情持續蔓延 河北省多地告急 石家莊對全民進行中共病毒核酸檢測 發現大批的陽性患者 目前 石家莊所有的公共交通已經停運 全市居民被要求居家隔離7天強制禁足 根據河北省衛健委通報 1月9號 河北省新增46例本地中共肺炎確診病例 其中石家莊44例 邢臺2例 新增13例本地無症狀感染者 均在石家莊 河北省現有本地確診病例183例 本地無症狀感染者181例 此外 官方聲稱 在省會石家莊1月6號到8號 進行的全民集中核酸檢測中 共檢出陽性患者354人 遍布12個縣市區 其中 搞成區有298人 佔87% 美國一家製藥公司的醫學總監諸偉表示 中共當局的疫情數據和西方國家的數據 根本不具有可比性 因為中國大陸沒有輿論監督 沒有透明度 當局一直在竭力控制 封鎖消息 這樣的疫情數據只能用來欺騙老百姓 國際上基本沒有採納大陸官方發布的數據 時事評論員田園也談到 中共早就吹噓說已經控制住了疫情 但實際上 病毒一直在不斷的變異、傳播 而且將來很可能還會有更大規模的爆發 9號 石家莊市內的公交、地鐵、出租車全部停運 此前 當局已下令嚴控人員和車輛流動 長途客車停運、居民小區實行封閉管理 從河北通往北京的通道被嚴格管控 此外 官方還要求石家莊全市居民居家隔離7天 嚴禁出入社區和村莊 突發的嚴厲封城和禁足措施 讓民眾措手不及 抱怨連連 有人質疑 官方說是禁足7天 但實際上小區通知是14天不讓出門 那怎麼買米買菜 還有人說 又要吃高價菜了 在大陸各地 伴隨著封城、封村所出現的 還有各類的雷人標語和口號 典型的有出村打斷腿、嘴匠打掉牙 全區群眾睜亮眼、發現海歸要報告等 網上視頻顯示 一些民眾因急事需要出入 而遭到守門人員的暴力毆打 與其說這個手段是一種防疫的手段 不如說中共是把這種手段 做成了一種阻斷信息流動 徹底封殺言論自由的這樣一種極端手段 這種手段是極其的反人類、極其的反人道 並且是違反了人的最基本的人權 這是毫無疑問的 中共所謂的防疫的成功、抗疫的成功 完全是以犧牲人命 犧牲中國人民的最基本的人權為代價的 一位河北貨車司機被長時間困在公路站點上 非常氣憤與無奈 按照官方的說法 1月2號河北出現新增確診病例 此後疫情迅速蔓延 5號河北全省進入戰時狀態 目前石家莊市稿城區是全國唯一的疫情高風險地區